今年越來越多人喜歡用Telegram 因為它有很多提供了不同資訊的group 給大家加入討論 一些媽媽的come up group 打機吹水group 甚至連求神問卜的group 裡面都有 但原來加入這些group 有機會會洩漏個人資料 所以在使用之前有幾個步驟 大家記得要先做 首先打開setting 再按private這個地方 就可以見到這個介面 再把你的電話號碼設定 沒有任何陌生人可以見到你的電話號碼 但如果對方早已有你的電話號碼 並且加入他的手機通訊率 對方仍然可以見到你的名字和電話號碼 然後再把你的last scene和forward message 設定了Nobody 就可以防止有人直接轉發 有你的名字的Message 以及有不明人士打電話去騷擾你 然後再打開passcode的設定 設定完之後 Telegram就可以一個小時後自動上鎖 並且需要密碼才可以見到你的對話記錄 這個雙重驗證的功能 相信大家都不陌生 因為whatsapp都已經追加了這個功能 打開並且設定密碼之後 就可以在sms的認證之外 多一重保險 防止有黑客入收或是登入你的帳戶 然後拉下去之後 可以在這個地方 考慮將你的帳戶設定一個月之後 自動關閉 關閉之後到時候 你所有的記錄和內容都會自動消失 然後再打開這個data setting的地方 取消同步你的通訊率 這樣就萬目一實了 晚上 internally ドン 一下 城堂 展 grosse 給你們 不用